谢谢您心 日本东北部海岸外发生8.9级强烈地震 地震引发的10米高海啸冲走了沿岸的船只 房屋和汽车 据报道至少有5人死亡 但是有关官员警告说 预计死亡人数还会增加 新闻录像显示 几波大范围的泥流携带成吨的废物 淹没了工程县县县所在地仙台的农田 沿岸许多地方都出现大规模的破坏 在千叶县一家炼油厂爆发大型火灾 日本首相兼职人向全国发表讲话 他说政府将尽其所能 把灾害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 地震星期五下午发生在日本东海岸125公里外 震源深度为10公里 设在夏威夷的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说 海啸警报对俄罗斯、菲律宾、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生效 相关警报已经扩展到美国的夏威夷州 还包括太平洋上的一些中南美洲国家 许多面临海啸的地区当局 已经向沿海居民发布疏散指令 谢谢大家